4月10号,港媒传出悲痛消息,香港知名影星吴耀翰不幸去世,享年83岁,这消息公开之后,很多粉丝纷纷表示不敢相信,曾经那些熟悉的面孔都已经渐渐逝去,也许我们真的老了。 据了解,这一消息的传出是因为媒体接到爆料,吴耀翰的家人已经在群组中确定了这一消息,内容指,家人们接到医生通知,吴耀翰可能会在昨天离开,叫他们到医院见最后一面。 在医院里,吴耀翰被插了许多管,随后家人为其祈祷,不过最终心脏停止,医生宣告死亡。 作为70-80年代最知名的喜剧人之一,他的成就其实要比周星驰高很多,早年的时候也懂得投资,所以身价早数十亿,但金钱再多又如何,最终也不能拯救自己的生命,还让自己的女儿染上了恶喜。 游记前两年,吴耀翰的女儿因为在家中种植大麻,从而被逮捕,时候吴耀翰也很自责。 据了解,晚年吴耀翰的身体并不是很好,除了曾经因心脏血管栓塞,做过手术之外,还患有严重的肾衰竭,功能只剩下一成。 吴耀翰只能每天洗肚四次,再加上听力衰竭,所以他根本拍不了戏,即便他将其当成一生的喜好。 年轻时,人上人,晚年只靠洗肾续命,究竟是什么原因? 三年,买下十一栋别墅,坐拥35亿身家的吴耀翰的儿子,缺英雄,遭人聚婚。 3月22日,吴耀翰的儿子吴家龙晒出父子合照,照片中吴耀翰满头白发,双眼无神看着镜头,整个人精神状态看起来不是很好。 随后记者联系到吴耀翰,电话中吴耀翰并没有透露出自己的身体情况,只是表示,我还活着,虽然时间不多了。 众所周知,吴耀翰患有严重的肾衰竭,需要每天洗四次肾才能持续生命。 吴耀翰年轻时,拍一部戏就买一套房,三年买下十一栋三层别墅,资产约35亿。 然而儿子却因太穷,遭人聚婚。 80岁的吴耀翰始终坚持拍戏,活跃在一线,谁能想到他背后的辛酸事呢? 1970年,香港政治电影发展《黄金时期》,在英国不断碰壁的30岁的吴耀翰决定回国发展。 他凭借优秀的履历和演技,成为了一名喜剧节目的主持人,于是他发现自己很适合演喜剧, 就定型为喜剧演员。 他在各种电影中客串,增加自己的戏份和曝光率,即使跑龙套,他也演得十分认真。 在拍摄时,他经常顾不上吃饭,饿了就吃一碗泡面,有时忙,泡完面来不及吃上一口,转身就去拍戏。 之后结识了功夫巨星《红金宝》,两人经常来往,一起拍摄的影片有近30部,被人称为黄金搭档。 1976年,他投资拍摄一部电影,结果票房惨淡,赔光了全部财产,还欠下债。 这时,许冠文邀请他进入电视台节目《双星报喜》,还在半斤八两中饰演警察。 有了一些积蓄,他再次投资拍摄《点之作贼》,喊简单。 这次他不仅还完债,还有些剩余,他又投资拍摄《面蒙心惊》,又当导演,又当演员,他赚得盆满钵满。 他把所有的财产拿去投资买房,买豪车,手下拥有11套三层别墅,资产约35亿元。 他经常在采访中劝导演员要把握当下机会,当决定要演下去时,就要拿出200%的功力去做。 没有演员就没有电影,无论你是主角还是龙套,都是其中的一部分。 甚至表示,为什么周围环境都围绕着中文,却有那么多香港人抗拒中国。 2002年到2006年,他又出演《炮制女友》、《龙威父子》等多部喜剧电影。 吴耀瀚有两端婚姻,在英国时,他对一个白人一见钟情,两人开始热恋。 不久他打电话告诉父亲,表示想娶女友。 但父亲果断拒绝,不认同这个白人女友,希望他毕业后回国,好好工作,在国内娶妻生子度日子。 堕入爱河的他,一一孤行与父亲断了关系,转身与女友结婚。 好景不长,这段婚姻只维持了半年,他才明白父亲的哭口婆心。 回国后他遇到了苏珊,苏珊是一个英国白人,两人很快就结婚,生下一儿两女。 由于家庭的原因,他对孩子的教育采取放养模式。 吴家龙作为家中唯一的长子,父亲吴耀瀚更是被严格对待。 在吴家龙15岁时,父亲就掐断了他的经济来源,告诉他以后独立了,需要你们自己挣钱了,生活费、学费一分我都不会给。 如果缺钱可以先借给你,然后算利息,等有钱再还我。 吴家龙并没有责怪自己的父亲,反而更敬佩父亲能给观众带来欢乐。 吴家龙望着家里必处理无数金灿灿的简杯,发起了呆。 吴家龙在外国留学时,认识一个性格温柔的女孩。 身在异乡,他很快就和女孩在一起了。 十年过去,两人都到了试婚的年龄,他很快向女孩求婚,女孩感动答应了。 但吴家龙却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,女方父母知道后,并不想让这个穷小子耽误女儿的终身。 就像吴家龙提出,必须要有房和车才可以。 要知道当时香港的房价一下就几百万,他一个小演员怎么买得起啊? 他并没有去找父亲帮忙,只是每天往女友家里两头跑,帮他们干活扫地,希望可以用真诚打动他们。 后来父亲的秘书得知这件事后,就告知吴耀翰。 谁知吴耀翰却说,那是他自己的事情,他需要自己解决。 秘书很疑惑,为什么坐拥十一套三层别墅的吴耀翰却一套房子都不给儿子? 其实吴耀翰早就知道这件事,他偷偷去找了女方的父母,说明自己的儿子很独立,一定会有出头之日的。 还将一套房放在女方父母的名下,表示他们培养孩子并不容易。 双方父母都表示认同这门亲事。 2016年,吴家龙被人颇油漆,场面一度震撼。 2019年,吴家龙就消失在大众面前,不知道是不是打算推圈。 吴家龙不在工作拍戏,而是带着一条狗到处旅游,看起来十分自由。 网友看到就评价吴家龙没有失业心。 面对质疑,吴家龙直面面对,继续晒出自己的旅游罩,认为自由才是最重要的。 45岁的吴家龙,无儿无女,至今都未结婚,也不想结婚。 比起吴家龙理解父亲吴耀翰的做法,吴耀翰的女儿却不认同。 女儿从小就知道家里很有钱,父亲却装作很穷的模样。 在他的心里,父亲很虚伪,爱钱不爱他们,并不关心他们的生活情况。 每天看着哥哥在烈日炎炎的天气下,跑龙套,格外心疼。 但哥哥却还崇拜父亲,他开始变得叛逆,刚开始只是在父亲面前寻找存在感。 后来越来越过分,他收养大量的流浪猫,却对猫不闻不问,经常有猫咪跑到别人家拉屎。 邻居对吴耀翰的女儿反应过这事,却无济于事。 一气之下,邻居找来记者,本以为他会认识到自己的错误,谁知在镜头前就与邻居大吵一架,甚至往对方身上丢猫便。 父亲对他说,这是你的人生,不是为我过的。 在女儿18岁时,吴耀翰如出一辙,掐断了他的经济来源。 邻居曾说过,吴耀翰两个女儿都不好相处,两个50多岁的人,一个未婚,一个离异,两人都没有成家的打算。 于是吴耀翰的女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。 2021年3月26日,曾有狗仔对吴耀翰透过消息,他并不相信,对传闻没有放在心上,表示可能是恶作剧。 仅仅一个小时之后,女儿们就因制毒被警察逮捕,被抓时女儿们还情绪失控大声说着别碰我。 隔壁的吴耀翰听到动静,被妻子搀扶,马跑过来进行交涉,但由于证据确足,他只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警察带走。 女儿的事件被媒体大众宣传,给吴耀翰带来很深的影响。 被媒体采访问道,知道女儿什么时候开始吸毒时,吴耀翰一问三不知,表示为了锻炼儿女的独立性,不理解她们的日常生活。 之后有网友评价吴耀翰,怎么做父亲的与儿女一强之格,却连生活都不知道。 吴耀翰的一生拍了很多部影视剧,81岁却被诊断出肾衰竭,肾功能只有正常的十分之一,随着年龄的增长,严重时连别人的声音都听不见。 为了听到电视剧的声音,拒绝带助听器,但为了不影响别人和妻子的多次劝告之后, 他带起竹听器,吴耀翰的心脏越来越差,先后安装了好几个指甲,如今他的肾只能起到异常的作用, 每天都要洗四次肾才能维持生命,导致他天天与死神擦边。 病情如此严重,吴耀翰却还坚持拍戏,只要有人找他拍戏, 不管是一个躺在冰床上说笑话的角色,他都解。 有次吴耀翰被港媒拍到疑似刚从医院治疗完的画面。 82岁,满头白发,被妻子搀扶才能走路, 手背上白色纱布异常显眼,整个人看起来很虚弱。 令人意外的是,之前因为涉毒被警方抓走的大女儿, 现身,她一身黑衣,提着购物袋紧跟父母身后。 吴耀翰的一生过得十分精彩,可能是原生家庭的缘故, 从而导致女儿走上一条不归路,只能说她的晚年生活一团糟。 好在人生圆满,只是荧幕上再也看不到她的身影, 希望她一路走好。 好在人生圆满,只是荧幕上再也看不到她的身影。